翁桃妈,女性在怀孕后就会听到各种关于怀孕的说法,大多是老一辈人传下来的,这些传统的观念中,有一部分是值得肯定的,但是也有很多根本就没有科学依据,只是单纯的经验之谈,孕妇信了的话,只会让自己和胎儿受苦,像下面这五个说法就有点坑人。 看看你信过几个,孕妇摸肚子会早产,有些老人看到孕妇摸肚子,就着急的告诉他不可以,这样会早产的,言外之意就是说摸肚子的话,就能导致公缩,那是不是所有的孕妇在临产前摸摸肚子就能分敏了? 显然这是说不下去的,有些孕妇在摸肚子后出现早产,是因为孕妇已经有了早产的倾向,子宫很敏感,如果摸肚子的话,就会更加刺激子宫,怀孕后就要穿防复射服。 在现代生活,人人身边都离不开手机、电脑和家电,有人说这些电磁产品有辐射,会影响菜儿的发育,一定要穿防复射服。 但是并没有科学研究证明,这些形形色色的防复射服能起到多大的保护作用,基本上就是一种心理安慰,事实上,只要孕妇少接触这些电磁产品,按时休息的话,没必要穿防复射服。 三,孕妇不能在葡萄架下坐,有这样的说法,是因为有人说,孕妇坐在葡萄架下的话,很容易怀葡萄汤,这种说法听起来就很滑稽,没有任何的说服力,孕妇怀的是不是葡萄汤,其实在寿经晚结合的那一刻就已经决定了,跟葡萄架没有任何的关系。 四,摸肚子胎儿会期待绕井,有一种说法是说,在摸肚子的时候,很可能会使得胎儿要期待绕住,但是要知道,胎儿在洋水里是可以自由活动的,期待绕井可能是他在活动的时候不小心把自己绕上了,有时候绕在身上,有时候绕在脊部,这是我们都没有办法控制的,和摸不摸肚子没有直接的关系,图片均来自网络。 五,孕妇不能吃兔肉,之所以存在这样的说法,是说孕妇吃兔肉的话,胎儿容易是兔唇,这种说法真都很搞笑,兔唇是受遗传,或者是其他刺激导致的结果,和吃不吃兔肉真的没有关系,而且兔肉是一种特别健康的食物,但白高,而且脂肪低,兔肉深受大众的喜爱,孕妇可不要相信这种说法,自己效果自己。 这些禁忌,你信过几个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